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新闻感批 我是钟浦文 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周一岳 还有半年三年任期才介满 大政府日前突然宣布公开招聘评机会主席 并且成立六人论选委员会负责因赏工作 其中三名是行政会议成员 包括史未伦、周崇江和陈志思 另外有曾建平、张建宗和谭志源 他们会推荐合适人选并且由特首委任 2013年上任的周一岳接替林缓光做主席 任内为同志平权站台推动同性婚姻 又立法保障不同性倾向人士免受歧视 政绩不过不失 但当周一岳被问及会不会申请的时候 他就说需要考虑 又苦笑地说自己将来的去向自己都未曾想 他又说从来没有收过政府任何讯息 正面、负面都没有 言下之意即是事出突然 自己都不知道可不可以留得低 作为平机会主席说换就换 不过其实两位前局长 曾德成和邓国威 这么大的官位都被换走 同样是手起刀落 周一岳现在虽然是被通知 但还有半年时间 在梁振英的管治下算是这样的了 其实在商业社会作为一般打工仔 突然间被炒 其实很常见 有时是不需要理由 但在政府架构就很少见了 梁振英将商业管治文化带到政治体系 以生而人的手法营运政府 令到公务员体制动荡不安 难免人心惶惶 也打破了政府供系铁饭碗的传统 难怪有传中央想找一个公务员背景的人 担任下届特首 今天说到这里 拜拜